嗨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增上赶集 老妈的衣服要去修补一下 然后还要去买点牛肉 老爸打电话回来说 他想要我们撑点肉 做那个牛肉干 到时候他在外面开火 顺便我其实还要去收一点冬笋 有一些朋友下单了 我们的冬笋昨天 把货的话不够 今天再去收一点 那一刀子不过来 一刀子不够 不够 带你回去吧 在你的地方 你去 买儿子 来 你去干啥 今天你干过来 那酒 打着手 她的酒 大的 啊 我们在这个大叔这里收了三四四斤水啊 三四多斤 因为我们今天来得晚了 所以省不多 这个阿姨这里也有几斤 他把那个根不多了一下 现在准备撑 要的要的 那四奶奶卖那个巴仪卖完了 跟我们一起回去 谢谢 谢谢 插兜的鸡 这上河 你看 这下鸡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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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我们去的晚啊 差不多11点钟 踩到鸡翅上 之前是看到没什么水 后面又来了几个阿姨啊 明年碎碎 总共差不多收了100来斤的样子 这一袋应该也是4-5斤啊 这些水都蛮新鲜的 反正我去选后的话 都会选那种 这两天挖的水 一边都是2斤半哦 嗯 好了 用两个小时装就好了 小包水丝 老板你打一个4斤的了4斤的要打两个 两斤的好像有6个 这点火会不会少了 少了还要去外婆家捞啊 还要去干吗 还要去2斤的 还要去 土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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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们对面那个大叔啊 他挖笋特别厉害 他一天最多也就花20多斤 他一天最多也就花了 他一天超过三十斤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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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走 现在才下午的三点钟 师傅已经在这里等了我十分钟 刚刚走完后他已经去县城了 像晚上的话 他都是三点钟从这里出发的 今天是提前了一二十分钟 好了 现在我已经到我赵梦梁家 没多远了 现在进去看一下消息和号